文观查者网徐前昂,同样是饱受假新闻困扰,同样是对美国媒体深感失望,实战型硅谷创业者们的反应,可能要比华盛顿的政客们更加直接了当。 据商业内幕,24日消息,特斯拉CEO马斯克,于过去的12个小时内,在社交媒体上连发述推,抨击美国新闻行业,不时报道泛滥的现象,并表示他准备创立一个评级网站,可供新闻用户评估媒体报道的真实性。 对于网站的名字,马斯克也想好了,Pravda及俄文真理之意,俄罗斯真理他先是说道,一些大媒体公司仗着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,就自称掌握了真相,然而说的全都是假话。 这也为什么大家不再尊重他们的原因,马斯克继而指出美国新闻界的通病,即为了追求点击量,吸引广告商投资,让记者们背负沉重的工作压力,化石人料公司和那些汽油、柴油车厂商们,就位列全球最大的广告客户名单之中。 马斯克补充道,反观特斯拉,我们就不打广告,马斯克对此,硅谷钢铁侠宣布自己想出的解决方案,我要成立一个评级网站,这样大家就能给媒体打分,追踪记者,编辑们的可信度,谁说谎,谁乱写,一查就知道。 这网站的名字,我目前暂定为Pravda,即便是有些人不在乎这些评分,媒体同行们肯定会看中,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可信度,Pravda在俄罗斯语中有真理的意思,对这个词,美国新闻行业一定不会陌生。 不仅苏联就曾经有一份官方报纸,叫真理报Pravda,去年爆料CNN通俄门造假的那档节目,也叫真理计划,American Pravda,屠自商业内部而马斯克作为一个新闻行业的局外人,举着俄门大旗,称以后要给所有的美国媒体宣读分数。 这让一些业内人士很是恼火,马斯克和媒体间的恩恩怨怨,首先是美国左派新闻媒体游说集团FreePress,其战略沟通部主管卡尔Tim Bicar评论道,又来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,自己不想看到负面文章,就威胁要封杀,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。 马斯克想表达的,就是所有的媒体报道都不值得一读,宣扬这样理念简直可耻。 去年11月,揭露CNN通俄门造假的那篇文章,图自真理计划报道截图此外,CNN科技领域专栏作者费哥曼,Saf Fiedman说出了自己的顾虑,网络评级投票很容易遭暗箱操作, 一些美国老字号媒体,或将因为马斯克的主意,而瞬间名誉扫地,而直接选择和马斯克刚正面的,是Merch新闻网的辞政记者霍金斯·安德鲁奥基,他在推特上点名这位南非裔企业家,这么做和经常把假新闻挂在嘴边的特朗普有啥区别。 对于这个问题,马斯克似乎早有准备,他回复道,早就料到你们会这么问,如今谁要是骂媒体,谁就会被扣上特朗普的帽子,你怎么不想想特朗普当初是怎么被选上当总统的,正因为没人信你们媒体人的话了,你们的信誉在很久前就丢失了。 马斯克和霍金斯的隔空护骂图,自推特与媒体人士一番口舌之争后,马斯克重回推特,向美国网民寻求意见,他继而设立了一个投票,问问大家创办评级网站,是不是个好主意。 结果,截止观察者网发稿,已有超过40万人投票,其中87%的网民选择支持马斯克,这番景象让马斯克很满意。 如果你们媒体人对PRAV都有意见,那就写文章告诉你们的读者,让他们来投反对票。 马斯克随后设立问卷调查,并向媒体人士发出嘲讽马斯克和媒体较近一不是一天两天,今天如此兴师动众,实际上也早有预兆,美国新瑞媒体Review在今年4月爆料,称特斯拉血汗工厂的工伤率,已经突破天际,工厂内并没有警戒用的黄色隔离带,是因为马斯克不喜欢黄色。 Review新闻网援引美国劳工部数据,指出特斯拉工厂内的工伤率过高对此,特斯拉CEO本人在本月21日回应,特斯拉工厂内的黄色警戒带有几公里长,报道内容一派胡言,这些假新闻被Review当作真相来报,早些时候,美国媒体相继做出Model 3生产速度之后,财报亏损诸记扩大,全球召回,特斯拉破产, 等抢眼报道,尤其是在闹出Model 3世事故后,又有媒体传言,特斯拉事后阻挠美国政府的调查,CNN报道截图图自CNN在对这些事情的评论中,马斯克注意到,针对特斯拉的负面报道,在近几个月内猛增,并甚至反击,一些媒体总想整个大新闻,对特斯拉安全问题本身不闻不问, 有了这些背景故事作为铺垫,马斯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,透露出的不耐烦态度,也不难理解,本月初,有市场分析人士,打电话咨询马斯克,问及特斯拉Model 3的库存的问题, 却遭CEO无情打断,后者答道,这些问题太干了,我快无聊死了,问我下一个问题,视频观察者网,刘楚楚马斯克是认真的,Pravd公司早已完成注册身兼特斯拉,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双料CEO的马斯克做事雷厉风行,经常通过推特向外界透露公司的最新动向,一些看似戏谑的言论如卖火焰分射器, 严署计划等,往往都是马斯克内心深思熟虑后的决定,如今火焰分射器卖空库存,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隧道,一期工程即将收尾,商业内募认,为马斯克的Pravd最终也将上线,马斯克在加州的地下隧道一期工程即将完工,此举有意改善该区域拥堵的地面交通问题,图字Divers果不其然, 美国著名独立撰稿人马克哈里斯Mark Harris发现,马斯克早在去年10月就在加州注册了一家名为Pravd的公司,而注册机构的地址和他旗下的脑机界面,创业公司Neuralink和隧道钻探公司Boring的地址相同, Pravd公司早就被马斯克注册了图字加州州政府网站,不过目前有关Pravd网站的具体信息,马斯克底下的几家公司都拒绝只凭回复,此外,马斯克还在推特上狂扔烟雾蛋。 在他最新一条推特,北京时间24日早上9点42分,中,马斯克突然改口,说干脆把评级网站名字改成,你是对的You're right吧? 因为他恰好拥有You're right这个域名,马斯克从上世纪创业以来,已经拥有过超过10家公司,如今在这次Pravd的风波中,他还不经意透露了不少新公司、新域名,至此,马斯克若真想成立媒体评级网站,实际上有很多资源供他考虑。